好 刚刚在谈到 其实呢 这个大S跟汪小菲 这一段恋情一曝光了之后呢 立刻就有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是一般的民众 还有当然就是一些媒体的记者 大家不断的在跟随着 全民公仔的 这个狗仔的时代 好像就来临了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好像不断都有 最新的这个爆料内容嘛 那说到了这个 汪小菲的前女友 那么这位女明星呢 我想她现在在台湾的 这个知名度 应该因此也就大开了 原来大家还不太认识 谁是张雨琪 现在至少呢 会多看一下两眼 那再者呢 现在又爆出来 另外一个女明星 为什么呢 因为说张雨琪 其实也有劈腿 劈腿的是金城四少 另一少叫做王柯 王柯的太太呢 也是一个女明星 叫做刘涛 真的是没完没了 所以文婉 其实我们刚刚 其实听到你讲到一半 那这个人跟这个刘涛 好像大家都比较陌生一点 其实应该是讲说 王柯算是金城四少里面 比较低调的一少 然后呢 大家对她的真的整个 比方说发肌啦 然后身家啦 比较不清楚 可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非常非常的有钱 那我要讲说 这个刘 干嘛笑那么大声 然后金城四少其实呢 当人家讲说四少 能分为四少 金城四少里面 有一级贫富吗 没有 可是我跟你讲 所谓的四少 应该问是 他们有几栋好窄 对 其实这个是有酸讽的意味 这个不是标法 而是说他们就蛮顽酷的这样子 可是他们是四少里面 就是算是 就是身家背景 大家比较不清楚的 可是他当时候呢 跟刘涛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也是刚回归到刚刚讲的 跟大小恋是蛮像的 那这个刘涛是大陆的一线级的女性 那真正呢 结过婚的应该是王柯 可是他们两个现在听说 非常非常的恩爱嘛 那只是后来呢 很好玩 后来现在又扯到所谓张雨棋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到最后 大小恋分支出来的 所谓的就是风言风语还不够 那可能呢 再拉更远一点 把相关人的再拉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好讨论的 尤其这个王柯 怎么可能呢 尤其刘涛我要讲的是说 听说非常那个漂亮的程度 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只要男人看到 真的都觉得说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的女人 那个下一次照片可不可以大张一点 这太小了 看不清楚 对 但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 像艳丽 还有在座各位 其实都几乎都认同嘛 说这个结婚 其实就是要靠冲动 否则大概如果用非常理性的态度 去分析的话 就结不了那个婚了 那艳丽事实上 也有私底下透露 说 他其实呢 是有去拜过恩主公的 这个要神明 要说好 然后呢 才敢嫁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像大S呢 他现在是不是真的要步上红地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 这个信佛的他呢 是不是要去问问这个算命先 不过倒是有人呢 早已预知了 是谁啊 就是常年到大陆去发展的黄安 黄安在今年的4月 曾经用命理的角度 算出大S的感情路 虽然走得比较艰难一点 但是36岁就会结婚 结果也真巧 真的被黄安给说中了 大S和汪小飞 两人闪电订婚 震惊演艺圈 不过却早有人在 今年4月就预言这件事 他就是黄安 黄安拿着写着大S名字的纸张 回顾这段影片 还真的十分神准 因为算一算 1976年10月6号出生的大S 今年虚岁35 如果按照之前传闻 明年结婚 可真被黄安说中 36岁出嫁 对于神准料中 黄安倒是很低调 说自己不是神算 是靠艺经和姓名学算出来的 但当时他不只对大S铁口之断 对于妹妹小S 黄安似乎也很敢讲 两个儿早晚离婚 晚了 他老公能结婚两次以上 小S的婚姻很抱歉 也是两次以上 两个人加起来 四次以上 对于演艺圈 现在人人呈现的豪门姐妹花 大小S 黄安似乎是有话之讲 完全不怕会不会得罪人 不过网友们对于大S和汪小飞的婚事 有32%认为仓促形势有隐情 而大S打算婚后吸引 超过半数的网友则认为太过冒险 只有6.9%的赞许这件事情是一见钟情 珍爱无价 周年新闻 杨生中路易台北参访报导 好刚刚看到最后那一张这个graphic 好像其实好像五都选举 对啊 奇怪奇怪什么时候 汪小飞怎么加入我们这个五都选举了 好讲究 对啊 不过这个黄安 其实我知道他在大陆研究疫经 他这个疫经好像蛮有专业的 他一样是直言感言 对啊 买很多书 但直言不尽准啊 对啊 我觉得他如果讲这个所谓大S这一段 大S 因为他之前讲小S觉得讲得很难听说 不知道有没有讲家暴 但是说会离婚啊会干嘛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大S的话 你讲我明年结婚老娘就不结 我就到后年才结 让你胡说八道 我觉得也有可能 我干嘛为了你还一个人 看我的幸福啊 因为其实他们 其实 汪小飞 我觉得这个恋情所衍生出来的 好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恋啊 那个叫补教人生 衍生出来很多的东西 那那个引爆 一开始引爆最深的安以轩 在自己在微博上面就写这个 这个安以轩是山东人 他是写俺 我这个是原文照灯 俺帮朋友 挡子弹挡端没挡过大炮 显然刚刚这个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 到底最近多少人因为这个事情 而受到不少冲击 我觉得安以轩是个很 可能一直被问 那你跟他们中间什么关系 我觉得安以轩自己在微博上面 有一直说 终于舒口气了 因为你们终于承认了 他其实是在生日趴的时候 介绍大S 对 而且我觉得他微博里讲了一句 很耐人学会的话 说请你记得要答应我的事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而且我觉得他微博里面讲说 以前他有时候是无心插力 有时候莫名其妙 有时候刻意介绍的不成 有时候见面 有时候带文婉那边去 跟某个人见面突然就成了 所以他有时候蛮怎么讲 蛮就是蛮无奈的 有时候你不能认为 我在里面一定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是不见得我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被 安以轩被骚扰的很严重 我觉得他其实在生日的时候 许下的心愿是希望自己能够幸福 但是呢 却是成了别人的介绍 最重要的是 问题是他没有幸福之外 他现在还备受骚扰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目前 我觉得后来之前最大的困扰 那之后大概就比较解脱 可是我觉得还是继续 会有人去质疑他到底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最后我来谈这个张雨琪这个人 张雨琪因为我跟他也不熟了 最重要是说 因为后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受到影响 后来张雨琪不是 这个事曝光之后吗 他就有媒体说 他去吃饭 吃饭就叫个二锅头 说媒体说这个叫戒酒交仇 好奇怪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又过度隐身了 你知道吧 就看图说故事 对所以我说 有时候一颗故事出来 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他抽个烟好像表示心情 对而且疫情 我觉得特别提到 我觉得这个事情爆出来 我认为是有所谓 一定是讨厌大小S的人创造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故事 很像是把这种小S的 想象的时候家暴的东西 跟贾静文这些事情 全部弄在一起 所以就出来这样的一篇故事 我觉得这是故意伤害人写的 要是我我也借酒交仇 文婉等一下你就谈一下 你跑了这么久的这个影剧线 对不对 待会我们要听听看文婉 怎么来看这件事 稍后回来